我们活在世上 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 压力和紧张是高峰期之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 许多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许多家庭经历个人的悲伤或悲剧 路斯·凯依于1902年8月9日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威尔莫丁 他嫁给了伯特琴斯·穆斯 路斯·琴斯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也是穆斯的妻子 她是一位自学成才钢琴家和管风琴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她是一个忙碌的家庭主妇 1948年 琴斯夫妇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 成立了一个广播事工 每周在家中播放一个名为 与琴斯一起访问的家庭灵修节目 几年后 这句话为作家从严重的手术中康复提供了安慰 据说当他看到乔治·贝佛利·谢伊在比利时 格雷厄姆的电视广播中唱他的歌时 他的眼泪夺脸而出 他说 我不敢相信 我参与了这首歌的创作 我只是觉得上帝给了我 我把它给了世界 他被以下两节经文感动 写了这首诗歌 一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在混乱的时代 他深深体会 即使在福音时代也有危险的日子 这些日子将十分艰难 那时人家会很邪恶 罪使日子变得危险 当人的举止行为和性情普遍败坏时 这使生活在这个时代变得很危险 因为我们在普遍败坏中 很难保持自己的正直诚实 危险的时候到来 将会证实圣经预言的正确性 倘若这方面的世界 与圣经预言不符 我们就可能会受到试探 质疑圣经是否来自于神 二 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 我们这有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慢内 他意识到 在福音里的盼望 是我们灵魂的毛 坚固 这是神信实的工作 是坚固真实的事 牢靠 慢内 这盼望是牢靠的毛 坚固 固定在磐石上 这磐石是那块伟大的万古磐石 它不是固定在沙纸上 而是进入慢内 在那里固定在基督上 穷斯夫人写了十五首其他赞美诗 但在这时代 仍然是他最出名的 露斯凯也经诗 于1972年8月18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去世 我们应当知道 相信思考着一点 以便看见危险的日子不会惊奇 就如此 诗歌副歌的歌词表达说 盘石是基督唯一救主 基督徒当要确知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信靠我们的坚固磐石 救赎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在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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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救足 在这时代 你需要一毛 当要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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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泡浪 抓住坚固盘石 盘石是耶稣 为已救主 盘石是耶稣 为已救主 当要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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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泡浪 抓住坚固盘石 在这时代 在这时代 你需要深情 在这时代 在这时代 你不应先论 当要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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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时代 你莫泡浪 你莫泡浪 抓住坚固盘石 盘石是耶稣 盘石是耶稣 为已救主 盘石是耶稣 为已救主 盘石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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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知 盘石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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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冒一泡浪 我却知道 我却知道 我冒一泡浪 抓住坚固盘世 盘世是耶稣 为依旧主 盘世是耶稣 为依旧主 能要缺证 当要缺证 你忘了 抓住坚固盘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